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亮宽敞 一座浩浩渺渺的人造湖泊取而代之 这便是上海四大水源地之一 同时也是上海西南五区的生命之源 金泽水库 为改变金山 松江 凤贤和敏航 清普五区亦区亦点地分散取水格局 降低原水水质和供水保障 极易遭受流域水体突发水污染等事故影响 进一步提升城市原水供应安全保障能力 全面改善城市供水水质 选指因水而生 因水而美的金泽镇 作为水源地建设金泽水库 2016年12月29日上午 金泽水库正式投入使用 自金泽水库建成后 上海两江并举集中取水 水库供水一往调度的原水供应格局 进一步完善 极大的提升了原水应对突发污染的能力 确保了原水水质安全 金泽水库位于黄浦江上游 金泽水原地原水取自泰浦河 源头为东泰湖 水库占地面积约2.7平方公里 其中水面积1.92平方公里 总库容约910万立方米 属于吊绣水库 中午的阳光照射在视野开阔 波光灵灵的水面上 几只白鹿扇动着翅膀 拥拥飞飞来 在湛蓝湛蓝的天空下 显得缝外好看 加上四周的满目葱龙 一切都好似一副 游化一般 今天的金泽水库 有机结合应急备用 和生态进化的多重功能 河畅水清 暗绿景美 或是晴空艳艳 一弯翠景 或是小雨飞飞 烟波朦胧 一年四时都各有风韵 周而复始 生生不息 这是绿色生态的金泽水库 用匠心汇旧的最美画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